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生皮C5度,我是亨利 对,没错,之后会多尝试用这样露脸的方式来拍片 如果有什么想法或建议,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喔 那今天我要来讲一个故事 我要来讲星星那题红人的Joy Vato,他的成长故事 讲到Joy Vato,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很多球迷可能会知道他是2010年的MVP 他的选球能力很惊人,他是红人队的代表球星 但是球迷普遍对他的性格与私生活理解的很少 他没有公开的FB、IG和Twitter 也很少提及自己的私生活以及社交圈 他也曾经承认自己是一个无趣而且内向的球员 这样的球员,他背后会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Joy Vato,全名Joseph Vato Joseph也是他爸爸的名字 Joy Vato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的Atopic 他爸爸是厨师,也是棒球迷 其实在加拿大,冰球才是最受欢迎的运动 棒球只是众多流行运动的其中一种 但是Vato从小就对棒球情有独钟 他曾经透露为什么他一开始会喜欢上棒球 因为棒球是可以一个人玩的 大概在七八岁左右的时候 Vato就会自己拿着手套跟软式棒球 脚一面墙壁就自己开始丢 那他的棒球迷爸爸看到他喜欢棒球 就开始跟他玩船接球 开始教他脚要怎么踏,球要怎么投 所以Joy Vato曾经说 爸爸是他第一任的教练 这么居家日常的一件事情 就是Vato的棒球启蒙 也是他跟爸爸最重要的亲子画面之一 开始喜欢上一项运动的小男生 心中一定都会有一个憧憬的偶像 Vato也有 在他成长的那个年代 大联盟有Barry Bones 有Ken Griffith Jr.这种全能球星 也有Frank Thomas这样的全方位打奇怪物 或是Tony Gawin这种安打制造机 甚至是Klymans和Maydots这种投手巨星 但是Vato房间墙壁上的海报 挂的都不是这些当红巨星 甚至这位球员已经不在大联盟打球了 他的偶像是Ted Williams 活跃在40年代和50年代的红袜强打 曾拿下两座MVP 两次打击三冠王 1941年打出406打击率 是大联盟至今最后一次单继四成打击率 Ted Williams 的选球也是一绝 生涯保重超过2000次 上累率高达4成82 是大联盟史上生涯上累率第一名 也是一只上古神兽 不过Ted Williams 活跃在40年代 而Vato成长于90年代 他们可是足足差了50年 Ted Williams 年纪可能比Vato的阿公还要大 Vato 会视他为偶像 也真的是够特立独行了 到中学时代 Vato 进入当地的学校就读 就跟很多运动明星一样 Vato中学的时候不是只有打棒球而已 他还会打冰球和篮球 但是棒球还是他的最爱 这个时期他的教练叫Bob Smith Smith曾经回忆当初的Vato 刚认识的时候Vato只有15岁 他的天分一开始并不显眼 但到了休赛季Vato开始疯狂训练 每周到训练场报到五六次 如果教练允许的话还会来更多次 一周其实也只有七天而已 所以Vato根本是每天都疯狂训练 不过如果只有努力的话 是哪里成为顶尖球员的 Vato有天分 但是需要打磨一下才会显现出来 Smith也肯定Vato的天分 不是每一个球员在努力练习之后 都能像Vato一样展露头角 Bob Smith除了是教练也是水手的球探 Vato在2002年投入选秀 Smith知道红人球探已经观察他很久了 他那时候想要推荐水手选Vato 但是被水手拒绝了 最后红人在第二轮选中了Vato Vato被选上之后 他马上去买了一本书 是Ted Williams写的 打击的科学 The Science of Heating 他真的是Ted Williams的狂热教徒啊 接着Vato以一年一个层级的速度 开始往上爬 没有升得特别快也没有特别不顺 就跟中学的时候一样 Vato一开始没有特别显眼 但是经过磨练之后 他会发出光芒 2007年Vato在3A打满整季 打出两成九四 二十二轰 十七次倒雷的全方位成绩单 没错 小联盟时期的Vato是有倒雷能力的 只是成功率有点悲剧而已 3A赛季在8月结束 9月就是大联盟扩边的时候了 Vato就在这次扩边上到了大联盟 9月4号Vato迎来他的初登板 面对大都会的时候以代打上阵 结果被三阵 但是隔天Vato就获得先发机会 第一个打棋就打出生涯首安 而且是首轰 那一场比赛还打出了三只安打 整个9月Vato出赛24场 打出三成二一 四发全力打的成绩 大联盟生涯有一个不错的起步 Vato在2008年上半季 状况起起伏伏 但新人还是要磨练嘛 这还蛮正常的 这年红人还有几名新人串出 像是外野手Jay Bruce 还有先发投手Johnny Cretto 球队有了新希望 就可以将正中阻力交易出去 7月31号 把刚达成生涯600红里程碑的 Ken Griffith Jr. 交易到白瓦 8月11号 在交易主力重炮 蛋哥Adam Dunn去响尾蛇 也刚好是8月 Vato收到让他非常悲痛的消息 他爸爸以52岁的年纪去世了 Vato请了7天假 回来之后表面上看起来贫富了 接下来一直到赛季末打了39场比赛 轰出10发全力打 打局率高达3成43 状况好得不得了 隔年 Vato入选加拿大WBC的代表队 预赛就在他的家乡多伦多的Roger Center开打 预赛第一场对上美国 面对先发投手Jack Peavy 敲出了一发全力打 整场比赛5-4 不过加拿大落败了 新赛季开打之后 Vato的状况也好得不得了 但在5月的时候 却突然进入到伤兵名单 Vato似乎出现上呼吸道的症状 耳朵被感染 还有头晕等等状况 但这一休就是三个礼拜 这让很多媒体物理看花 6月23号那天 宏仁在跨联盟对战中 做客蓝鸟主场 多伦多Roger Center Vato终于复出了 之后Vato终于讲出原因 他陷入了焦虑症 严重的焦虑症 从前一年爸爸去世之后就开始了 前一年8月 Vato请完假回到球队后 他不是没事了 而是把所有情绪收起来 他说 回到球队第一天开始 我就把那些情绪丢到角落 专注在打球上面 直到赛季结束 但是休赛季没有球打的时候 Vato就陷入忧郁之中 开始对抗着大量的负面情绪 这时候的Vato 非常期待棒球季的到来 到了2月春训的时候 他又做了同样一件事情 就把这些情绪都丢到角落 专注在棒球上面 他曾经说 2月的春训 以及3月在加拿大开打的WBC 对他而言是呼吸新鲜空气 但是这没有让Vato真正走出阴霾 到了5月 他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 这些情绪不断打击他 比冬天的时候给他的打击更大 后来进入伤兵名单的时候 Vato曾经两次恐慌到必须去医院 一次是在圣地雅各 一次是在星星纳提 他曾经说起在星星纳提的那次经验 那是在球队前往客场作战的时候 那些熟悉的队友暂时不在旁边 Vato恐慌发作 他形容 非常疯狂且可怕 他真的受不了了 在凌晨3-4点的时候 波打紧急求助电话911 他说 那可能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害怕的一个晚上 我需要去医院 他甚至说 他那一晚感觉快死了 这边趁机宣导一下 如果各位遇到心理上的问题 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是最好的方式 也可以拨打1925或1995等专线 大家也记得要关心身边的家人朋友哦 回到Vato身上 他进入商兵名单之后 家人与朋友给他很大的帮助 但是直到他讲出来 他的队友才发现他出了状况 Vato承认直到讲出来他才发现 让身边人知道自己怎么了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Vato也整理了思绪 讲出他为什么会这么焦虑 一个当然是他爸爸离开 另一个因为他是家中四兄弟的老大 他认为自己要扛起这个家庭 这反而给他过大的压力 Vato也说出 爸爸在他心中的重要性 他爸爸会收看每一场红人的比赛 他爸爸是第一个教他打球的人 他爸爸是他的忠实粉丝 他说 对我而言他是最棒的父亲 逐渐走出焦虑回到球场上的Vato 火力丝毫不减 整季搅出打击率3x22 上磊率4x14 强打率5x67 25轰的全方位打击成绩 宏人这一年继续整顿球队阵容 季中把那几年成绩不上不下的 Edwin Ekonasian交易到蓝鸟 换来老将Scar Rowland 虽然Scar Rowland巅峰期已经过了 不过高中教练Bob Smith提醒Vato 可以多观察Rowland 从他身上会学到什么是真正的职业球员 学到他的职业精神 隔年2010年26岁Vato成绩大爆发 选球与强打都进步不少 也入选生涯第一次的明星赛 最后整季打出 打击率3x24 上磊率4x24 强打率6x 37%全力打113分打点 Vato已经成长为一名顶尖强打者了 红人重建也获得成果 几名年轻学者越打越好 像是J Bruce Johnny Cretel Homer Bailey等人 两名新秀外野手Drew Stubbs 和先发投手Mike Lee 也都有不错的表现 8月底 红人拉上一名年仅22岁的古巴左头 他狂猛球速 让所有人惊呼连连 他就是Arodis Chapman 红人这一年成绩很好 跟红却互相争夺分区冠军 最后在9月28日 红人面对太空人的比赛时 打到9局下半两队平手 这时候J Bruce打出一发羊春炮 拿下的胜利也顺利在分区封王 这场比赛的英雄是J Bruce 但所有人都知道 今年最大的功臣是谁 这是红人在1995年之后 首次拿下分区冠军 等了15年终于又打入季后赛了 不过红人季后赛首人要面对的对手 是2008年的冠军 费城人队 第一场比赛就是代夫Roy Holiday 那场经典的玩打比赛 红人变成背景啊 接下来费城人拿下三连胜 横扫红人 但对于红人来说 这也是一个很棒的赛季了 对Vato来说也是 在MVP票选中 他打败2-8的Albert Pujols 夺下国联MVP 同时也获得打者最高荣誉的汉克阿伦奖 记者在获奖之后采访Vato 他说 知道这件事后我止不住泪水 因为我知道这对我还有乙酷的爸爸 意义有多么的重大 Vato前半生的故事讲完了 那或许他的性格还不是那么立体 但我们现在知道 内向且不善表达自己的Vato 是一位重视家庭负有责任感的人 也是一个沉迷棒球 努力追求自己的技术达到完美的球员 看起来猜不透 但可能意外的单纯 或许Joy Vato还是那名 独自拿着手套和球 找一面墙壁丢的那位小男孩 Vato还有些趣事未来可以找机会来讲 像是他以前跟场边球迷有一些很闹很幼稚的互动 但是很多球迷可能没有注意到 他都是到费成人主场才会跟场边球迷在那边闹 有机会再来讲讲他跟费成人球迷之间的恩怨史 好啦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啦 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帮我按一下喜欢 记得订阅频道最终最新的影片喔 这里是生皮C5度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